船車 《音樂寶寶寶寶》 媽咪,我們現在去哪裡了? 屋裡沒有米了,超市也沒有貨 不如我帶你去一個有趣的地方 啊? 到了 這裡有很多東西 這裡叫雜貨店 有很多煮飯用的用品都會在這裡買到 我去買東西, 你就四處看看 好 謝謝你, 幸好有你 你不是一顆黃豆? 為什麼你會去米道? 其實我想回家 你別哭了, 那你家在哪裡? 我…我也不知道 不如我幫你 謝謝你 你好嗎?黃豆仔 不好意思, 請問你是誰? 我是腐竹阿姨 我是你媽媽的姐姐妹妹的弟弟 原來你也是黃豆家族 當然 我也是用黃豆做的 我告訴你, 我可以用來煲糖水 例如腐竹雞蛋糖水 腐竹白果糖水 腐竹二米糖水 還可以有兩樣 例如腐竹雞蛋糖水 腐竹雞蛋白果糖水 腐竹雞蛋二米糖水 腐竹白果二米雞蛋糖水 對了 你怎麼這麼好來探望腐竹阿姨? 其實… 你不是解救你哭嗎? 傻豬 你掛著腐竹阿姨不用哭的 你現在就看到腐竹阿姨 其實腐竹阿姨也很掛著你的 其實她是當生了腐竹, 回不了家 真可憐, 真可憐 好吧, 讓我幫你回家 你爬上我的身上 我幫你彈上一格 彈上一格? 正所謂 這一個千里木更上一層樓 上高一點就可以望遠一點的了 好啊, 多謝你呀 嘻嘻… 嘻嘻… 喂… 大頭妹, 你聽到不明白一點聲音嗎? 不明白 我真的聽到有些聲音 你們去哪裡? 誰?快點出來 Hello 你們是誰? 我是藍瑜 我是富瑜 我們是富瑜兄弟 其實我們是你的院房親戚 我和你完全不像樣子 我富瑜是由黃豆做的豆腐和米菊發酵而成的 而我藍瑜就是由豆腐、紅米菊和紹興酒發酵而成的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你的院房親戚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 我正在找奴隸回家 你的家是怎樣的? 我家呢? 是一個很金黃 有一望無際黃色的土地 地面還有淡淡的豆香 我都很懷念那種豆香味 幹甚麼?你現在叫你私香? 我懷念一下不行 你現在找交愛 你是不是吵架? 你是不是想和我吵架? 我不會怕你的 你呀你呀你呀 你呀你呀 我和你都吵架了 我和你都吵架了 你是不是要回家? 你又是誰? 我叫做豉油叔叔 我就是 你不是又是我的親戚吧 沒錯,我就是你的阿叔了 你叫我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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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都完全不像樣的 我都是來自黃豆的家族 先煮熟黃豆 再生完、又發酵 六個月之後呢 就變成樹油了 為甚麼你的親戚 每個都不同樣的? 我都猜不到 我可以有那麼多親戚的 其实黄豆是一个超强家族 千变万化海枝散叶 有腐竹知足南语腐乳山根和面屎 四右叔叔,请问怎么才能回到家 在那里 你就可以回家了 但是这么远,怎么去 不用怕,等我找你的亲戚来帮你 你快点手吧,山根 你们跳上去,他就会带你们回上去 多谢各位亲戚帮我手 我可以回家了 你终于回家了 谢谢你帮我 我也玩得很开心 还认识到很多黄豆家族的成员 我也是 大头妹,我们走了 妈叫我,我要走了 你下次再来跟我们玩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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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大舊哥哥 歡迎來到我都得手作坊 我會和大家分享演出出現過的藝術形式 帶領大家由淺入深 了解當中的原理 創造屬於你獨一無二的作品 大家好,隔了一星期我們又見面了 歡迎來到我都得手作坊 今天我們會做的手作就是 剛才在故事中看到的兩隻主角 藍魚 婦魚 這隻藍魚和婦魚的木偶 就是我們用泡泡膠 用一些特別的物料 令它有這個質感 可能在家裡來說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這些物料很難找 有見及事 今天我們會做一個簡易版 以及有一個神奇的機關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製作了 那今天的材料 我們會用的物資很簡單 只是用紙 做A4字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就開始了 那今天會做甚麼呢 我們會教大家做 藍魚和婦魚的兄弟 豆腐 做一個豆腐盒 好了 這次我們會用的 不會用到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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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會用到膠水 我們只會用紙 好 首先大家就準備幾張A4字 什麼都沒有 首先就把它對置 好 對接完之後 好像我們平時摺的柔柔模 那樣 我們兩邊都會向入摺 這條邊的粗柔 沒有特別限定 總之兩邊要一樣 兩邊平均就可以了 好 接著就向入對摺 好像一個順風一樣 然後呢 這隻角呢 就去這邊 那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在摺摺的話 不明白呢 也可以問問你家裡的大朋友 看看他們一起摺 就幫到你 好 那這裡就向上屈上去 那這裡呢 有兩層的 因為剛才剛反過來的 那我們記得要摺下去 對 那就做了這一面 我們反轉 做另一面 好 那摺進去之後呢 這裡剛才有條邊的 那我也再試一次 就是這樣摺進去 對 那所以呢 這兩邊是很接近的 如果你兩邊的那條 外面的那條邊 差不多 那就會最美 那這裡也是 向上摺上去 這樣 就摺進去 最入那一層 最入那一層 對 這裡有一層兩層 試進去最入那一層 那這時候呢 你會看到好像一隻船 那樣的物體 那這隻船呢 其實是我們的豆腐盒的上部份 那我們就可以打開 就像船一樣打開 那這個時候呢 它不止一個盒的 因為它還有幾條邊 要補回摺的 就是這裡了 四條邊 四條直角的邊 我輕輕地按一下 這裡本身沒有邊的 那我們就由這隻角開始向上 屈一點 那這邊也是 就是了 那四條邊之後 它就初步完成了一個盒子的形狀 那這邊我都可以輕輕地按一下 讓它的盒子的形狀可以 實質一點 那你就會完成了 我們的豆腐盒的上部份 那我們會一模一樣摺多一個 就做它的下部份 那我先把它放在那邊 那我先把它放在那邊 那跟它們呢 都是先對折的 然後打開 那如果你的家裡也有這一類型的 就是我們叫做 我們老公用來割的保護墊 那如果你有這個保護墊 那你可以對這些格子 去拿回那個位 那你就可以兩邊都很接近 那有一個貼士的 頂和盒子的底 的尺寸有少許不同 所以當你摺這條邊的時候 你盡量要闊過剛才的邊 那你摺出來的盒子 就會稍微比剛才的盒子 小一點 所以這條邊會比較粗 原本的邊 這裡的胸就是大概類似 剛才第一個盒子的那條邊 那現在就加粗一點 兩邊都是這樣摺 然後一樣向內對摺 這裡摺過來這邊 因為我們已經加粗了一條邊 所以到了這個位置 你會發覺它摺不到進去 突出了一條角 這個不用擔心 只要把這條角摺進去 讓它變成一條尖角 這樣就可以摺進去 然後這個角摺向上摺進去 跟剛才一樣都是放在裡面那一層 你會看到有一層兩層 放在裡面那一層 反轉它 這樣就壓平 這樣就差不多完成了 另一邊也是照版煮碗 一樣了 我們把這條角摺在裡面 收起來 放進去裡面 好 剩下最後一隻 三個型 我們由下而上的層 一樣 放在裡面那層 第二層 好 就完成了另一隻小船 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盒子 有一個小錦囊給大家 剛才立體打開之後再屈這條線是有難度的 怎樣可以簡單一點呢? 就是預先在這裡摺一下 這邊也是 然後攤開的時候就會自動出現剛才屈的線 這樣打開就會得到一個很實正很直的邊角 因為這條邊是比第一個的邊比較厚 然後摺出來的尺寸也會小一點 所以這個就可以做一個盒子,這個做一個蓋子 這樣就會完成了一塊豆腐 今天說剛才的機關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豆腐其實是一個盒子 我們可以再做其他小的豆腐 就會放在裡面 同樣地,摺法其實是一樣的 但我們怎樣可以按比例這樣摺下去呢? 我們首先都依舊把它對摺 然後我們把它對半切開 這樣摺緊這條線 如果你在家裡會發現 原來要這樣對摺很難的 那不要緊的 你可以用剪刀或者剪刀幫忙 這樣就完成了一張 這張跟剛才我們還未切開的A4紙 大概是一半的大小 這張就是A4大小 這張就是一半的大小 我做法也是一樣的 跟剛才一樣都是對摺 然後下巴插 然後向入摺到邊 向入摺到邊 好,然後向入摺到邊 如果你這個步驟摺得這麼快 看來跟不上 你可以慢慢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這樣摺 到哪個位置你覺得跟不上 你可以按停 一樣這個位置也是會試用的 除了用白色的A4字 大家還可以去文藝圖買不同顏色的字 譬如大家想重現表演環節裡面 藍語和腐語的顏色 你可以事先把這張畫字 或者A4字由你喜歡的顏色 也準備完成了 這個小的也完成了 這樣就一樣 我們打開 淋打開之前也是剛才這樣說的 如果你想簡單一點 這條線不用在立體的時候摺 你可以預先在扁平的時候摺 完成了一個比較小的盒子 好 因為我們這個是盒子的底部 所以這條邊要比剛才的邊厚 如果你說我忘了剛才的邊是怎樣的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來放在旁邊 讓自己知道大概 對比一下剛才那條邊多粗呢 你只要比剛才那條邊摺得粗 少少少少少 其實已經夠了 兩條邊的粗幼 越近的盒子就會夾得越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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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是放在裡面那層 如果放在外面那層 打開的時候可能會掉 所以記得這個一定要放在最入面那層 然後放進去 放在裡面那層 然後放在中間 好,盒子的底部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把兩個盒合起來 就是我們要做的豆腐盒 拿回南乳 腐乳 好,這個盒是一樣的 可以嘗試把它 像螺絲娃娃一樣 這樣就完成了盒 可以放你自己的文具 你的貼紙 這個盒子就大致完成了 但我們還可以做少裝飾 我們可以加上手給它 加上表情給它 這一類型的眼睛 其實大家在文具店都可以找到 有大有小 就視乎你喜歡的尺寸 我們就選這一對 另外我們還要準備 少少A4指做拳頭 因為這個盒子跟腐乳和藍乳一樣不同 就是腐乳藍乳本身是發泡膠 所以它們可以把手腳放進去 因為這個紙盒 我們還會打開 又會關上 想它的結構是簡單 就不要刺穿它 我們就會用一些A4指 用來做手腳 沒錯,就是做手腳 首先如果有剪刀 就可以用剪刀 比較方便 如果沒有的話 就算是用間尺 也可以撕到直條出來 好 我們有兩隻手 我們就要兩條直條 然後我們就要卷卷卷卷卷卷 我們把這一邊收起來 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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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然後把它拆開 然後把它拆開 留著最卷卷的部分是最頂 這邊也是 好 完成了一條紙條手 然後我們就用膠紙或雙面膠紙 然後把手拿來 將手黏在哪邊 然後把它貼在哪邊 然後把手黏在哪邊 先給她 好, 另外當然要加上嘴巴 豆腐先生就完成了, 當然還可以加很多裝飾 如果豆腐是新鮮的話, 可以加一點反光的效果 除了我們用A4紙之外, 還可以試試其他不同的物料 例如布紙, 包裝紙, 花紙都可以試 好, 今天的工作坊來到這裡 期待收到你的作品, 下次見 別走, 你看了我怎樣做 但我也有興趣知道大家做得怎樣 所以我們有個環節叫出色作品巡禮 大家可以把你的作品電郵或WhatsApp給我們 期待收到你的作品, 好, 我們下次見 又來到出色作品巡禮 今集收到的作品相當完整 可以感受到每個藝術家的心機 今天第一位要介紹的藝術家就是Anelia 作品叫做媽媽的生的卡 這是我媽媽的生日 這個生日卡, 外面有立體的蝴蝶 打開咖啡, 馬上看到生日禮物爆出來 用了橫向的立體機關 大大增加了禮物的立體感和層次 是非常成熟的作品 之後要介紹的藝術作品叫做在公圓環 和乳女儀寺 是常識的皮影偶 好, 我們會下雨 我們要回家了 哦, 是的 哇, 終於出了蝴蝶 對著這個藝術 來吧 由希希, 芝芝和他們的家長 一起動手做皮影偶 和錄製短片 兩個作品都是使用相同的背景和角色 去拍攝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特別欣賞家長熱心參與 和小朋友一起玩 才有這麼出色的親子作品 第四個作品叫做Undertail 是藝術家伊葉的皮影作品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地球上面住了兩個種族 有人類和怪物 他們兩個都各自擁有一個特質 人類擁有強大的靈魂 而怪物就可以運用魔法 人類出了對魔法的恐懼 他們對怪物發起了一場戰爭 來影作品特別講究光和影的表達 A-Tip用黑影和劉伯 表達故事中對立的陣形 令人留下印象 這一場戰爭他們打了很久 他們打呀打 打呀打 完全沒有留任何人情 去到最後 人類獲勝 他們擊退了一些怪物 為了確保怪物 不會再次攻擊他們 他們犧牲了七個成員 並且製造了一個魔法屏障 他們運用這個魔法屏障 把怪物封印在一個地底裡面 封印在一個山裡面 從此以後 再加上結尾用了 漸退的效果 相當有心思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作品 就是用木夾製作的E夾公仔 是藝術家一一的作品 揮畫好的身體 加上個人相片 好像變身一樣 可以改變造型 大大增加玩樂趣味 而且木夾公仔 也可以用來做裝飾 布置駕居 一舉兩單 今集的出色作品巡禮 就來到這裡 每次收到不同類型的作品 我都會很開心 因為每一份作品 都是每位藝術家親手製作 誠意心機爆燈 下集繼續和你分享 不同的出色作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